你好我是Joyce 大多数人对百日咳仍不是很了解 认为这只是一种普通的咳嗽症状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百日咳可以传染任何人 而且无论年龄 不过那些还没有接受全面免疫接种的婴儿和儿童 则是感染风险最高的群体 因此为了保护新生儿免受百日咳感染风险 卫生部将从今年年尾开始 为所有孕妇免费接种白喉 破伤风和百日咳的三合一D-type疫苗 卫生部的报告显示 在百日咳病例中超过一半数的患者 都是1岁以下婴儿 接着是1岁到10岁儿童 其余的是11岁级以上的人士 目前除了接种百日咳疫苗和采取隔离措施之外 暂时并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阻止百日咳病菌的传播 然而卫生部长拿督斯里祖基菲里表示 由于越来越多父母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 导致小儿麻痹和白喉病在我国重现 威胁着公共健康安全 而政府批准从今年年底开始 为孕妇提供可预防白喉 破伤风和百日咳三合一疫苗 是给怀孕27到32周的孕妇接种 希望婴儿在三个月大之前 从母亲那里获得免疫 祖基菲里也说这款疫苗适用在每次怀孕注射 也就是说一名母亲连续怀孕 每次都将接种这款疫苗 另一方面由于流感病毒持续变异 卫生部就计划从明年开始 每一年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免费流感疫苗接种 但这项计划的实施则取决于财政部的批准 所以祖基菲里希望财政部可以批准让这项计划纳入2025年财政预算案 谢谢收看我是Joyce 更多新闻资讯报导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